方尘心中一动 真正欲保是八窟古珠 这一点他倒是真没有想到 凯颜天尊又继续道 小子 你最后一窍 是不是一直都没办法合上 方尘一正 你怎么知道 嘿嘿 你修炼的神魔之道 实在是太过逆天而行了 最后两个道窍 就跟你的神魔之道一模一样 彼此嫌弃对方 所以 不管你用了多少资源 都无法让他们合窍 反而因为两个道窍越来越大 融合起来越是艰难 直到他们 强大道再也无法合窍 到时 你再反应过来 就追悔莫及了 凯颜天尊得意道 方尘顿时感到一阵后怕 要知道之前他在庆静时 可是买了大量资源 并且在路上都给炼化了 要是凯颜天尊说的没错的话 那他继续吸收下去 就真没办法踏入灵海境了 可就算他不想以完美的合窍 进入灵海境 也无法让二窍入灵海啊 这也就形成了闭环 他永远都无法踏入灵海境了 不过凯颜天尊既然说出来了 那就有办法 于是他问道 嘿嘿 本尊自然是有 而且办法就在这骑窟盛尽 说 那可不行 你得先把我救出来 不然你掉头离开我 岂不又得被困个十万八万年了 凯颜天尊道 我是那种人吗 方尘不满道 是 凯颜天尊也不给他一点面子 方尘无奈 只能道 那我现在该怎么做 凯颜天尊道 简单 治好他的伤 然后让他带你来我这里 再用你的轮回世界术 就能够救我出去了 行吧 方尘也只能答应下来 好了 又有雷朝来了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 我得抵抗这股雷朝 不能和你说话了 就先这样 我等你过来啊 话音落就再也没有 凯颜天尊的声音了 方尘望着倒在地上的楚慕方 又望了一眼 还在为其疗伤的足葬 尽管无奈 但也不得不将他抱起 放在较为干净的一处 倒塌的一记石墙上 随后 他又拿出一瓶疗伤丹药 先给自己喂上一口 这才掰开对方的嘴唇 将丹药倒入其中 做完这一切后 楚慕方的气息 明显稳定许多 血也是止住了 但他胸口前 那道猙獰的伤痕 却是让方尘眉头紧锁 要是不尽快处理 只怕对方想要彻底恢复 过来的很长一段时间 可是要为他疗伤 那就必须把上衣尽数脱了 算了 毕竟是救人一命 想必他也会理解 方尘沉默片刻 也就不再犹豫 伸手将他身上燃血 还有些残破的上衣和肚兜 尽数脱下 于是 楚慕方上半身 就这般展露在方尘面前 两只兔子并不怎么大 但长得倒是颇为可爱 一蹦一跳 倒是活力十足 方尘也是一时间被晃了眼 不过也只是差那而已 他又拿出一瓶疗伤膏药 用两根手指沾上一些 然后两只手指 按在伤口的两边位置 楚慕方眉头紧锁 似乎感受到方尘的动作 方尘道 别乱动 待会有些疼要忍住 如此这道伤口才会好得更快些 说完他手指缓缓滑动起来 念力也融入于指中膏药 一同进入伤口位置 顿时本来裂开的伤口 就像是拉链般 竟然在慢慢合上 手指从锁骨位置 缓慢地往下去 穿过两只小兔子 直到光滑的腹部 这一路滑下去 方尘都是眉头紧锁 因为他感受到的 不仅仅是光滑 还有那恐怖的大道余威 好在他念力足够强悍 那残留在楚慕方体内的余威 被他用念力排出 这是一种靠精神力 也是最为有效的疗伤方法 但同时也是最有难度 因为这对于精神力的控制能力 要求极高 不是什么人都能够做到的 当然 方尘精神力已经转化为念力 这是林海静修士才能做到的 他的念力控制 自然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也是为何 方尘要亲自动手 而不是让圣庆或者夏琳来 并非他色 而是只有他能够做到 如此完美的疗伤 至少他心里是这般认为的 做完之后 他重重吐出一口浊气 随即让夏琳从驱动天中出来 说道 夏琳帮他把鞋给清理了 然后拿你的衣服给他穿 夏琳眨巴着眼睛望着楚慕方 道 公子 这也是你的未婚妻 他早就知道 方尘有十位未婚妻的事了 方尘脸一黑 瞪了他一眼 这丫头是越来越胆大了 都敢调侃自己了 夏琳被这么一瞪 连忙拿出自己的衣服 给楚慕方换上 但脸上的笑容 始终都有些压不住 方尘也懒得理他 直接盘坐 在地开始恢复 同时尝试联系金蛋 可让他眉头紧锁的是 不管他如何做尝试 都无法锁定金蛋的安危 不过他能够肯定的是 金蛋生命并未有任何危险 只怕跟凯颜天尊一样 困在了某个地方出不来了 人应该没事 那就只能等到 将凯颜天尊救出 再去找他 有凯颜天尊在 接下来就算是碰到梁府大能 也能安全许多 至于孟家老祖 他倒是并不关心对方安危 要是他死在了这里 那就不是孟家老祖了 公子 换好了 夏琳的声音传来 方尘这才睁开眼 可这一看 他却是愣住了 夏琳给楚慕方的衣服 乃是一件半露胸短裙 而且物料乃是一种薄纱 能够隐约看到衣内的粉红色肚兜 短裙紧紧指到了大腿根处 修长光滑的眉腿 完美地展露出来 十分诱人 你这是什么衣物呢 方尘道 夏琳如实回答 这是孟家老祖给我的 说以后我会用上 而且 我的衣服也并不合身 就只有这件刚刚好 赶紧给他换了 他道 可就在这时 楚慕方眉头微微一皱 手指也动了 很明显是要醒来 呀 公子他要醒了 我就先回去了 说完他化作顿光 直接进入驱动天 留下方尘 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见对方要睁开眼睛 他连忙盘坐闭目 一副一直在疗伤的样子 楚慕方悠悠转醒 见自己 还活着他有些不敢相信 我居然还活着 这 不仅如此 他还发现自己的伤 竟然被人包扎好 特别是胸口前 那道最为严重的伤 更是被完美地处理好 这时他想起来 自己意识模糊时 感觉到 有人的手指 触摸在自己的伤口两边 并且还对自己 说了些什么话来 但最为重要的是 那个人的声音是男子的 他金座而起 但也牵动了伤势 刚刚恢复有些红润 顿时惨白无血 差点直接背过气去 别乱动 方尘闭目盘坐 道 你的伤口 我才刚刚处理完 乱动的话 会让伤口崩裂 那到时 真的是神仙难救 楚慕方这时 才注意到不远处的方尘 他盯着对方两久 这才开口道 你是谁 为什么要救我 但凡有点脑子的都会 杀了我 夺了这宝物吧 方尘嘴角一抽 心中骂道 尼玛尼以为 我不想杀人夺宝 又不是为了救凯颜天尊 我就算不杀你 也不会管你死活 是想当当的两个字 正义 表面他则是义正言辞地说道 你们奇枯圣族贪婪 可不代表 我们人族贪婪懂吗 我人族之名声 在整个鼎域外围那刻 楚慕方一正 缓缓说道 三百年前 你们大将军 王三将截取海帮族运粮车 将所有丹药都换成史包丹 让海帮族三千修史吃史 史包丹顾名思义 表面是丹 但现是史 很难看出来 吃了才知道 他又继续说道 一百年前 你们的颜天王 偷偷潜入万古族 趁着万古族的皇不在 上了三位皇妃和皇的母后 此事 可让万古族的皇墓火中烧 追杀他整整半年 殒命 八十年前 你族天才天灵子 顺走昆仑族 一位兽元 将近的物神大能百万年先逃 遭受全族围杀三年 也导致那位大能方臣 欲言又止 最终沉默良久 这些就是你口中正义之族 所作所为 为使 绿人 偷宝物 就算他能言善辩 也没用呀 而且 其中还有一件事情 是他师尊做的 而他师尊 居然是最不缺德的 最重要的一点 这些事情 他在人静怎么都没听说过 不过 很快他就明白了 感情他们也知道 这种事情很缺德呢 他干咳一声 说道 那是他们 我不一样 何况 是我将你重伤 要是再杀人夺宝 我还是人吗 楚慕方狐疑 这世间 哪里会有这般的善人 方臣见其还是怀疑 再道 要是我真要害你性命 那又怎么会为你疗伤 连动你一下都没有 你确定没有动我 那这身衣服 又怎么说 而且我只怕是被你给看光了吧 他望着只有情奴 为讨好主子 才会穿的情绪衣物 又问道 至于被看光 虽然他也有些奥猛 但那种女孩子才会有的 情绪他自然不会表现出来 只能心中恼怒 方臣支支吾吾好一会儿 才狡辩道 我就只有这件女子的衣物了 而且 我动你都是给你疗伤 不然你能这般快醒过来 先别在意这些细节 你就说我有没有救你 有没有害你 这最后的话 楚慕方尽管不信 但又不得不信 因为族赃还在身边 自己也并未被种下奴硬啥的 当然 他在昏迷前就对自己下咒 只要自己被种下奴硬 就会暴体而亡 最为重要的是 对方亲自为他疗伤 而且 这也是他最为感激的 雷霆邀车出现 很快真正的决战即将开始 要是因为伤势而错过 那他们 可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多谢 他道 方尘摆手道 无需如此 我也就是顺手而为罢了 对了 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我叫楚慕方 他并未隐瞒 我叫方尘 他也说出自己的真名 只是说完之后 他却是微微一叹 诶 楚慕方问 方道友怎么叹气了 方尘无奈道 不瞒道友 我之所以前来这雷七宫群山 是为了寻找我的一只宠物 宠物 楚慕方面露疑惑 方尘点头 道 对 就是宠物 是一头狗 很是巨大的狗 听到这话 楚慕方心中一动 想到在那处地方 见到的那头庞然大雾 尽管对方长相凶恶 面目丑陋 但他还是能够辨认出 那是一头犬类灵兽 此刻他也终于明白 方尘为何不杀他了 哪里是为了所谓的人意 就是为了那条狗 不过他并未揭穿 反而是心中一喜 之前他之所以 前往凯颜天尊所在的位置 是因为 那里有他必须得夺的东西 但因为他感受到 凯颜天尊 不是他所能招惹的 这才退走 如果方尘真和那头灵兽熟悉 那他岂不是能够得到 让足葬真正完整的至宝 想到这他故作想起了什么 道 道友这般 说我倒还真是想起来了 就在九重雷狱的丧葬林 那里有通往雷葬海空间的通道 里面正好有一只 林海静修为的犬类灵兽 会不会就是你要找的狗 长什么样子 黑皮 凶恶 还有几分丑陋 对 那就是他了 听到丑陋二字 方尘很是肯定地点头 二人默契地露出一抹笑容来 方尘也看出来了 那雷葬海中 必定有对方要的东西 当时对方进去 绝对不是巧合 楚慕方也看出自己 想要借他找到凯颜天尊 二人互相利用 利益又不冲突 自然是暂时结盟 既然如此 那就等楚道友伤势恢复 我等再行动 方尘道 楚慕方点头 道 道友疗伤手段了得 只要给我三天时间 再有足葬一旁协助 必定能够恢复九成 二人说定之后 也就都默契地闭嘴 各自疗伤修炼 刚刚的那热情 就好像都是演的一般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另外一边 外界 雷霆腰车所在位置 石高仙人和博大人 还在和雷霆腰车大战 除此之外 还有一位雾神经大能到场 正是之前去拦截 另外一位圣枯府雾神 德江云 可纵然是三人联手 外围又有诸多灵海境辅助 但也只能将雷霆腰车 困在此地 无法拿下 呦 博大人喊道 消息传出去了没有 再也不来人 我等真要坚持不住了 不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